立委高金素媒提案把族群委員改為無幾職 讓陳寅淚災灑現場 淚訴自己被霸凌 對此高金就冷回應陳寅說 你們不是被霸凌 是被質疑 我們把時間交給陳佑 各位到現場 我們今天邀請到立委高金素媒 來到了現場 委員早安 早安 各位朋友大家早安 您辛苦了 這兩天都看到您做的這則新聞 做得非常的精闢 非常的了解 我們主要就是要來探討 有關於這個人民族群委員的這個部分 因為委員是提案要把人民族群委員 把它修為無幾職 然後委員上一回在這個院會裡面講出來 大家才發現原來人民族群委員 他們的月薪達到了11萬這麼高 然後原民會給的族群委員名單攤開一看 居然16位族群委員有14位是陳寅和吳立華 民進黨的原民立委提的 推薦的 而且只推薦的一個就中了 照理說 族群委員 這是當然長期已經存在的問題了 所以很早以前我就要求原民會 要把它的領選制度公開透明 甚至於應該由下而上 它才能夠代表哪一個族群 我們中間有16個族群 那你現在來看說阿美族的族群 我們有分花蓮 台東 都會區 你看一下這個名單裡面 我們所有阿美族的族人認同他了嗎 認識他了嗎 根本是不認識 我還記得在十幾年前 我們的族群委員 他是非常具有一個地位身份的 比如說他可能是原運的前輩 可能是他可能是得了金曲獎 或者在語言上面特別有貢獻的 那大家都知道他 那這樣子的族群委員 到了各個地方去大家都認識 那大家也才能夠把族群的問題 來透過他告訴這個原民會 應該怎麼修正相關的條文 應該是如此 可是我們看到近幾年來 真的是非常的過分 尤其是今年 今年從原民會調來的資料是 完全都沒有領選的四五個人選 就一個 那這一個是誰推薦的呢 還是某個立法委員 那某個立法委員推薦的他就當選了 然後更離譜的是 在選舉大概在審查這些人的時候 才花了一個多小時 16個人一個多小時 一個人才大概不到三分鐘的時間 你覺得這樣子的族群委員 真的是代表部落的聲音嗎 有非常多的部落裡面的主席告訴我 因為現在原民會 也有要求我們各部落 要舉辦一個部落會議 這個部落會議 就由部落裡面的人 來推舉產生那個主席 那個主席就要主持部落裡面的 各個大大小小的會議 譬如說要不要在我們部落養雞 要不要在我們部落種電 那這個部落會議是可以否決很多事情的 照理說族群委員 應該要由這個各個部落 招選舉出來的部落主席來推薦 推薦大概三四個名額 然後再由你中央原民會裡面 你來挑選一個最適合的 可是大家知道嗎 我們部落主席沒有交通費 沒有會議出席費 所以沒有薪水 沒有薪水 部落裡面的各個這些部落主席 都相對的給予我這個傳訊息 他說我們二星服務 是我們應該做的事情 沒有想到族群委員一個月領11萬多 讓他們相對的第一有剝奪感 第二他們覺得非常的不公平 接著就是部落裡面的老師 還有部落裡面非常熱心努力工作的年輕人 回鄉裡面做產業的年輕人 他一個月也賺不到11萬 而這些族群委員到部落裡面 沒有人認識他 絕大部分都參加婚商喜慶宴會 一去大家看一下原民會裡面 他們的那個時程表 一參加一個婚宴大概就八九個小時 一天就過去了 所以實際上能夠在原民會裡面開會 幫他的族群裡面講話的時間少之又少 那甚至於還比我們原民會裡面的公務人員 你知道公務體系要升到一個副處長 副處長他需要11職等 他要多少的時間的培訓 那11職等他領的薪資大概才10萬塊 也不到11萬 對 所以也就是說 我就以原民會裡面的社會福利處 裡面要管理全台灣的社福原住民的議題 只有16個人 要管理全台灣700多個部落的公共建設事務 只有16個人 而這裡面的我們的副處長 只領10萬塊的薪水 他要跑全台灣 相對的對於這些國考進來的公務人員 真的相對的剝奪感太嚴重了 所以就是整個這個領選制度上面 已經出了很多的問題 那包含部落主席他們熱心公益 熱心服務沒有錢 可是這個族群委員 因為背後難道是有陳寅和武立華的推薦之後 他們一個月就能夠領11萬嗎 那這件事情 當然陳寅在霸占主席台就哭了 說他跟這個武立華天天被霸凌 那武立華在朝野協商也哽咽說 我們原住民幫國家做事不配領薪水嗎 我感覺受到侮辱 然後他說他們兩個一直被霸凌 委員你自己怎麼看 他們不是被霸凌 他們是被部落的族人質疑 他們是被質疑 我覺得被霸凌的相對是我們這些沒有領薪水的 這些各部落的會議主席 被霸凌的是這個那麼辛苦工作的 回到部落做產業的這些年輕人 被霸凌的是這些在學校教書的 老師的教練們的這些人 所以其實他們這樣子的哭訴 其實我是蠻難理解的 但是在委員會裡面 其實已經是充分討論了 那一天在大院裡面 陳寅去霸占主席台 我懵了 我剛剛開始 我搞不清楚到底是怎麼回事 最後我才終於了解 原來民進黨是善用這個議題 因為接著下來我們要表決的是 要處理陳怡榮的案子 也就是謝怡榮的案子 也就是勞動部的案子要譴責 結果他們就故意的霸占主席台 所以霸占主席台有兩個 第一個讓陳寅跟吳立花 他們可以充分的表達出 他們內心覺得對於他們的特助 他們的助理將要被剝奪掉 他們的十一萬的薪資的 哭訴的痛苦 第二個他們霸占主席台 就讓我們下面的議案 不繼續進行 我覺得雲進黨真是高招 但這個案子 他就算在那邊杯葛 再來也還是 應該還是會表決讓他去通過 而且我覺得大家最看到的 應該是說裡面還有一些什麼 吳立花的特助 所以難道我們國家花每個月十一萬 去幫他養他的特助嗎 所以就有個梗圖 網路上有梗圖 就是說國家在幫他們養特助 然後最重要的是不僅僅是特助 然後還有一些所謂的 民進黨地方的幹部 所以你會發現 現在民進黨有一些地方的幹部 已經不是往各個部會去推了 他連圓民會都不放過了 這是我感到非常氣憤的 圓民會的事務 應該要脫離所謂的政治 但是現在民進黨 連圓民會的族群委員都不放過了 這是我們沒有辦法接受的 所以再來委員應該還是會力推 就是強勢的再推這一個法案 我會堅持 而且部落的族人都同意 都要求我一定要列為無幾職 讓未來的族群委員 可以非常驕傲的 真正的代表部落裡面的聲音 然後要求圓民會 要求這個政府 應該怎麼樣重視 我們各個族群的聲音 對 確實 包含這些部落主席 他們如果無幾職 但是這些族群委員 他們如果真的熱心的 為原住民這些事務付出的話 那他一樣可以無幾職的 然後還有一些車馬費 能夠來領取 所以在這個部分 我們就看陳寅和吳立華 如果他們再繼續黨的話 難道是繼續護航自己的助理 護航自己的仇佣嗎 好 我們今天非常謝謝 高經委員的保護時間 謝謝 謝謝委員 謝謝大家 請大家持續關心 原住民的議題 謝謝你們 是 好 我們也把時間 交換給棚內 姐妹們總煩惱臉上細紋 乾燥與暗沉 現在請跟我一起放心 交給KS Royal Face 皇家顏值逆時奇蹟系列 KS Royal Face 皇家顏值逆時奇蹟系列 它添加五種EGF 專門防止肌膚老化 強化皮膚修復 增加肌膚彈性水嫩 輕鬆複平皺紋 換回青春自信 KS Royal Face 皇家顏值逆時奇蹟 國父路 全校精華 精華說 即刻啟動動靈密碼 表示 Kalau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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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